我一定要多謝夏主任 夏主任的身份都是代表國家 那種心裏的極動是不能用言語去表達的 其實我們警隊知道 祖國對我們那個氣重有多少 在2019年回去參觀國慶的一個 今年一百周年黨慶 我被惡邀回去內地去參觀 我們警隊真是十分十分感激祖國 我們的初心是很簡單的 沒有想過任何事的 只是有幾個目的 維護香港的穩定 維護香港的法治 最重要的是保護香港市民 保護我們身邊每個人 只要我們盡心盡職 履行我們做警隊 做警察 我的錯心繼續去做我剛才說的三件事 我相信香港的治安 香港的穩定 香港站在維護維持 維護國家安全的最前線 我們一定一定能夠幫到國家的安全